- 浩德 被你吹吹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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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 今天要和大家聊聊 - 其实你可以把书当成交朋友的过程 - 首先呢 - 为什么会把书当成交朋友 - 因为我们很常遇到问题的时候 - 我们都会去先问朋友 - 先问朋友 - 这东西怎么做啊 - 怎么处理啊 - 怎么解决啊 - 你给我一点意见啊 - 我应该买这个 - 买那个 - 我们都会这样想 - 因为我们希望 - 得到更多不同人的意见 - 对 - 那如果今天呢 - 你朋友不知道 - 不理解 - 你会怎么办 - 你可能 - 就会选择 - 去问专家 - 或者上网照 - 看看别人怎么去想 - 但是这个缺点呢 - 就是 - 你需要自己做功课 - 那 - 你找到的答案 - 也不一定是对的 - 那可能网络上的资讯 - 也不一定是有系统性的告诉你 - 怎么做 - 所以呢 - 书 - 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啊 - 书一般作者来说 - 它是会统整 - 它自己的思维 - 它自己怎么处理 - 或者想法怎么统整出来 - 变成有一个规模 - 或者说有一个顺序 - 然后用文字的方式 - 去呈现出来它的想法 - 所以呢 - 所以呢 - 所以呢 - 我会把书当成朋友 - 是因为 - 我的确 - 我有很多朋友 - 但是我没有很多不同领域的朋友 - OK - 那我现在是可能是一个商人 - 那我可能有 - 呃 - 牙医的医生 - 牙医的朋友 - 可能有一个 - 嗯 - 就是修电脑的朋友 - 它会写软体等等 - 那我有一个是建筑师的朋友 - 那我也有可能一些是model的朋友 - 那这几个以外呢 - 我可能 - 我不认识一些律师啊 - 我不认识一些健身的朋友啊 - 等等 - 然后今天我想要找 - 可能说律师法律顾问 - 或者是我想要找健身的时候 - 我应该怎么办 - 我可能 - 得 - 去寻找 - 专业的服务 - 那我又不想花这么多钱 - 我应该怎么办 - 书 - 是我想到的一个办法 - 因为书 - 其实有很多不同类型的嘛 - 它很广 - 那每个领域里面 - 会有很多很多很多不同的作者 - 所以 - 这样一看 - 如果我说理财 - 理财的书 - 相信有很多很多本 - 那我自己也有百多本 - 那百多本就有百多个作者 - 那我今天呢 - 我就把他当成我一个朋友来 - 只是他不会说话 - 可是他里面会有他的思维 - 他想表达的一些讯息等等 - 那我就透过阅读去理解他 - 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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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那我就看 - 哦 - 那我就把他当成A朋友 - B朋友 - C朋友 - D朋友 - 那A B C D E F G - 那这五六位朋友呢 - 他面对可能理财 - 他想法是什么 - 他会怎么处理 - 那我就把他分享的东西回归到我自己 - 如果我今天真的有钱的时候 - 我会比较喜欢用哪一种方式去处理呢 - 我就会用这种角度 - 就有点像我们很常哦 - 遇到问题我们就问朋友嘛 - 然后我们一定会聊天嘛 - 那我朋友是可能建筑师 - 那我是商人 - 那我还有另一个朋友是可能牙医 - 那我们三个就会聊 - 那我们聊的时候我们会有不同的角度 - 因为每个职业 - 我们看的事情的角度就不太一样了 - 所以我们一般聊天过程中 - 可能会有一些赞同的 - 也可能会有很多不赞同的 - 但是 - 最后 - 我们总结来说 - 我们会有可能一个 - 大家的一个共识 - 原来你是这么想的 - 原来你会这样解决 - 那我可能可以采用一下你的想法 - 或者你的想法 - 原因是什么 - 我们是透过交流 - 交流才知道 - 不同不同的人 - 不同不同领域 - 会有很多不同的想法 - 那我们人呢 - 其实 - 一般的你成长后 - 你工作 - 工作八小时 - 你睡眠八小时 - 剩余的八小时 - 你会怎么划 - 可能划手机 - 看看电脑 - 偶尔跟朋友出来吃吃饭 - 我们一般都是这样子 - 对不对 - 那我相信 - 偶尔会有很多不同的问题等等 - 那我们就会去找朋友 - 当然 - 你找朋友的速度 - 解决问题的速度 - 可能没有那么来得快 - 所以我就会把 - 可能每一天读几页书也好 - 几本书也好 - 或者说几个单元都好 - 我就把这个习惯放进来 - 我就把它当成我每天 - 我会花15分钟的时间 - 去教一个朋友 - 去理解一个新的思维 - 也好 - 那我理解后 - 当然 - 当然 - 我不可能 - 当天就会用到 - 原因是 - 我不可能每天都有问题 - 但是当我有遇到类似的问题的时候 - 我可能就会有一点想法 - 我好像之前在那里看过 - 人家怎么去理财 - 那我可能会有更多想法 - 那这时候我想到 - 说不定我可以再回去看回这本书 - 他讲什么 - 我就回去看看 - 原来 - 遇到这个问题 - 他是怎么做的 - 这时候 - 我就可能会更有想法 - 更有性能化的 - 可以去处理这个问题 - 那就等于说 - 我叫了这个新的朋友 - 那这个朋友就是书 - 这个朋友呢 - 我平时不用到他 - 可是我平时都在跟他交流 - 我说的交流就是 - 我花一点时间去跟他 - 阅读 - 我阅读他 - 阅读他的思维 - 我阅读 - 阅读 - 那哪里知道 - 某一天我真的遇到事情了 - 那这个事情呢 - 跟这个书 - 是有关系的 - 就同一个领域的问题 - 那我就回去 - 回想起来 - 我好像 - 曾经读过这本书 - 那他好像分享过 - 他怎么处理 - 他用ABC - 这个方式去处理 - 之后我就可以 - 更多的想法去考虑 - 那为什么 - 我也可以用ABC去试试看 - 可不可以处理这个事情 - 如果处理掉了 - 很好 - 我又可以省我时间 - 我又可以 - 去验证 - 这本书 - 这个朋友 - 这个书 - 这个朋友 - 给的 - 的一些方案 - 到底行得通行不通 - 行得通 ok - 之后我就可以 - 持续用这个 - 如果行不通 - 那也没关系 - 我再去找其他领域的朋友 - 去看他们怎么去做 - 然后再去实践 - 然后去看到底欧不ok - 所以呢 - 我其实是保持这样的心态 - 去阅读 - 那我就把阅读当成朋友来教 - 这样子 - 那我也明白 -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买的书 - 可能有些书真的读不下去 - 那我也建议大家 - 你不要读啊 - 你先把这本书 - 放进书柜 - 去读你能读得下去的书 - 原因是 - 书千千万万本 - 很多很多很多 - 就像我们朋友 - 我们进小学 - 中学 - 大学 - 我们认识了 - 至少有几百位朋友吧 - 但是有多少位朋友 - 是一直跟你有保持联系的 - 可能是两三位朋友 - 四五位朋友而已 - 那其余的那几百位呢 - 我们可能知道这个朋友 - 我们可能知道他 - 是什么领域 - 可是因为我们可能 - 价值观不同 - 价值观不同 - 价值观不同 - 所以我们 - 比较少去交流 - 但是如果真的 - 想到类似的问题的时候 - 你又知道他能解决的时候 - 你就会去点击他 - 去请教他 - 对不对 - 书也是一样啊 - 我觉得是这样子 - 今天你读不下去的 - 可是你知道 - 今天我买了这本理财的书 - 我虽然读不下去 - 因为我觉得它很无聊 - 我读不下去 - 所以我就先把它放在书柜里面 - 但是当我遇到书柴的问题 - 我就想到 - 我有这本书 - 那为何 - 我不 - 现在把它拿出来看一看 - 看它怎么去处理 - 那我相信 - 因为你有这个需求了 - 那你就会更加的 - 认真的 - 更加的用心的去把它远到完 - 不只是说 - 采用它的 - 它的一些资讯 - 那我觉得这样也OK啊 - 那 - 平时你看的是 - 你能看得下去的书 - 就是你可能有兴趣的一些 - 一些书籍 - 心理学 - 心理学啊 - 生意啊等等 - 那 - 某一天你遇到了新的问题 - 你就去找那些 - 你平时不看的书 - 可是你知道 - 关于 - 有相关领域的书 - 你就把它挖出来 - 就看就好 - OK - 这是我的想法 - OK - 你不一定要跟着我 - 你可能也可以保持你的习惯 - 就是 - 每一本书 - 从A图在看到完 - OK - 那我自己保持的习惯就是 - 如果我看不下去 - 我就先看几个状态 - 然后就放这就不看 - 然后 - 如果我想要看 - 我就看几页 - 然后再放就好了 - 那我保持的态度是 - 至少我每天 - 看几个 - 学习新的一些可能 - 思维啊 - 或者说看看其他人在干什么 - 他怎么去处理 - 把我的知识面 - 变得更多 - 更广 - 尤其是不同领域的书籍 - 我会去看一点 - 看一点 - 也会确保 - 我有很多不同的 - 不同领域的 - 看法 - 这时候 - 当我遇到一个问题的时候 - 传统的我 - 可能就只有一个 - 就是商人的一个思维模式去看 - 现在我就有可能 - 又商人 - 又心理学 - 又可能科学的角度 - 物理的角度 - 等等 - 我有四五个角度去看这个事情的时候 - 我可能 - 会选择采用的方式 - 或者说判断的时候 - 会更有层次的去看这件事情 - 那所以 - 我能做出来的一些 - 我们讲 - 处理方式 - 会更加的 - 恰当 - 会更加的恰当 - 会比较容易 - 想到很多不同层面的问题 - 然后再去做一个 - 决定 - 要怎么去处理这件事情 - 那这样子呢 - 其实 - 就很像我们在生活中 - 我们生活中 - 不可能只是 - 遇到很单一的 - 我父母 - 打我 - 如果 - 父母打我 - 我们就会想 - 小时候我们想 - 父母一定是不喜欢我 - 就打我 - 那其实可能不是 - 可能是 - 父母担心我们危险 - 而打我们 - 或者说 - 可能是我们做错的事情 - 所以父母打我们 - 或者说 - 父母今天心情不好 - 想要找一个 - 发泄的粗口 - 所以打我们 - 你看 - 如果你 - 只有一个四位角度的时候 - 你就会觉得 - 父母打电我 - 所以他打我 - 但是今天有很多不同四位角度的时候 - 你就可以去 - 去探索 - 说不定是这个A - 或者是B - 或者是C - 或者甚至是DEF - 所以父母才打我 - 这时候 - 你就可能 - 有更多 - 能同理别人 - 或者是同理在沟通上的时候 - 你更能理解别人的想法 - 或者说你在处理事情的时候 - 你更能做出更对的 - 更适当的决定 - 所以呢 - 我才说 - 其实你不用把书当成这么压力 - 你就 - 其实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朋友来教 - 那平时 - 跟他聊聊天 - 那喜欢他的时候 - 就跟他聊天 - 不喜欢他的时候 - 就把它放在书柜 - 去找一些你喜欢的话题聊 - 那如果你是 - 不喜欢看文字的 - 也没关系 - 这有很多 - 听书的一些Apps - 你可以把它当成下载来听 - 我觉得也OK啊 - 因为书 - 就是一个 - 有系统性的一个 - 包装 - 的一个文字 - 或者说内容的一个呈现而已 - 那你不喜欢看文字 - 你就听 - 听就好 - 或者你看YouTube - 有些很多YouTube都有说书的一些 - 一些内容等等 - 那你就透过 - 听 - 看 - 来去理解 - 那得到更多更多不同层面 - 的一些知识 - 那我相信 - 在你做决定的时候 - 在你生活各个方面的时候 - 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帮助 - OK? - 那真心的希望 - 我今天的一个分享能帮助大家 - 大家好,我是浩德 - 我们下一期再见 - 拜拜